徐子山以頒獎嘉賓身分出席演藝學院的頒獎禮 她還說自己會支持一下藝術成分高的小劇場演出 講到工作了 她就透露了,接下來會在北京開時裝劇 其實我六月頭就會去內地拍劇 可能譬如拍完一個內地劇 賺到錢又可以做一些藝術的工作 希望自己可以平衡到 很緊張,其實我自己真的很緊張 很久沒有開工具 多久沒有開 說真的,如果拍劇的話 我真的有兩年多沒有拍 好像當新人一樣重新開始 我覺得 賺生文寶寫你是資深大德 年資很長 但演戲有一段生疏 不要緊,是OK的 當自己新人重新出發 在內地 我覺得畢竟 因為整個文化都不同 整個工業的製作都會不同 所以是OK的 不會在北京開時裝 應該一定要富二代 認識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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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關係,沒有所謂 認識多一些朋友 有機會就 我又沒有說要認識哪種類 我覺得 沒有所謂 有機會 可以 不肯定 我真的覺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